就请你替李春刚,替王先知,替剑九皇,替所有已死在江湖的江湖人,叫那些庙堂中人知道,何为江湖? 听朝阁中不但隐藏着李一山这样的国事,善于谋棋和利用人心,更是隐藏着一位已经隐世的高人,那就是剑神李春刚。 年轻时候的李春刚所向披靡,先后留自己拜过上升时期的王先知,可以说在江湖上留有不朽的美名。 后因为心爱之人的病危,去当龙虎山太阳须命的金丹,但归时已晚,只能看着爱人兮去,从此乱了道心,和人交战之后失去一条手臂,从此甘愿在北梁王府,听朝阁最深处隐匿二十年。 之所以李春刚现在先生在徐府,并不是因为二十年的大县已到,如果说徐龙像被带到武当剥去金骨,已经够让徐凤年方寸大乱,那么老黄的死就是最后一根稻草,打破了徐凤年心中不虚无的想法。 因为他发现了,只有自己主动去挑起这危险的责任,才能更好地保护周围的人。 自己的父亲其将是如此,当了自己,这也是必须做出的选择。 在武当的徐凤年被楚矿奴告知,一到极冠之年的他,早已练不出一身争气,顶到天上也就是一个二流高手的水平。 可徐凤年是何许人业,从不说放弃才是他的本性,说白了也算是居然巧合,有了出入江湖之心的徐凤年就遇到了第一个贵人,那就是自愿承受大黄亭给他的王冲龙。 这些年来,武当被皇室以及各方势力紧盯,谁都想拿下这块肥肉,同时也害怕被别人归顺了去。 王冲龙自知自己大信将至,与其把修炼一辈子的大黄亭传给自己弟子,从而生出事端,倒不如传授给北梁王世子。 得到了大黄亭的徐凤年已经称得上是高手水平,回到北梁之后,徐凤年是最喜行于色的那一个。 徐凤年的志谋加上大黄亭的修炼,以后秀为必然在自己之上,只是想要成为入境的高手,必得有高人指点,于是徐凤就放出了李纯刚。 昔日的奸神再信江湖,狂傲不羁的模样令徐凤年十分佩服,他对徐凤年的欣赏毫不掩饰,更是如了喜笑的愿,成为徐凤年的师父。 至此,徐凤年算是有了自己的第三个师父,除了教自己谋略的李医生,启蒙自己学会建树的楚筐奴,第三个就是这万古奸神李承刚了。 徐凤年走的这条路的尽头究竟在哪儿,谁都不知道。